Hello 爱奇艺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孔锤男 作为国内单美网剧的鼻祖 类似爱情让他一夜成名 收获百万粉丝 妇女们更是爱他爱到骨子里 看上去高冷不羁 结束以后却是一秒破功 爱笑的他其实就是一个90后的阳光大男生 十足的喜感boy 他就是你们的孔锤男 其实我最近听说的一个词是 有人见我就是第一面 说你长得挺喜感的 对 我第一次就有评价 然后我也觉得 既然不能做小鲜肉了 那我干脆就做一个邪心吧 也挺好的 正在横电热拍的新剧《食辱不食丁》中 首次担当出评人的孔锤男 为了力捧新人 自己甘愿跑起了龙套 饰演一个龙套 就是没有几场戏的一个皇上 对 演的是陈文帝 就是给我们公司弟弟们一个机会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这部剧 然后能提升一下自己 然后有展示自己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这部剧就让他们来担任主演 然后我也是第一次担任出品人的这个角色 所以我也是想尝试一下自己 挑战一下自己 但无论是什么年代的戏 角色的戏份多或少 它都视若珍宝 相信每个角色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 不过这个耿直的望词大王 也是坦言民国戏望词不好编 其实每个角色对我来说印象都挺深刻的 包括像之前演的校园剧 和最近在拍的这个民国戏里面 然后就是我觉得每个角色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其实在我的印象中 不是我去选择角色 而是我是觉得那些角色 可能命里面就会就把我给认定了 对 然后也挺感谢命运的安排吧 现代戏就是现场望词你可以编 对 但民国戏的那个词你是 因为它都是有那个就是年代感的 而且有好多像台词中有好多 比如说像物理原理啊 或者是像一些兵法呀什么的 那些都是史实 所以就不能说是去改 因为演戏的时候很容易受各种因素去干扰 对 就比如说在现场 有一场特别简单的一场戏 但是辞半天就不过的话 自己就会给自己造成性的压力 然后就导致可能说三个字 就开始评卷舌不分了 就算这次在剧中的角色只是一个龙套地 热情的粉丝们也是不愿建立以来看它 微博半月不更搏 还有粉丝发起了寻人启事 这就是传说中的新麻烦呢 我好多小时但其实最最最最最让我感动的就是 能一路就是一直以来就一直一直陪伴我 就哪怕我可能半个月不跟我 然后也是天天天天天就是寻人启事都发了 真的以为我丢了 然后就可能就比自己就跟自己妈妈一样就是关心 试问有哪个当妈的不想知道儿子的感情状态呢 妈妈们可放心吧 目前你们的垂垂爱情的独母舟屹立不倒 表示选伴侣还得是靠演员 最重要的是对性别十分有要求 屹立不倒 之前不是说那个什么 什么有余的小船说翻就翻 爱情的巨轮什么说翻就翻 然后单身单身狗的独母舟屹立不倒 对屹立不倒 什么 有要求啊 其实目前这个标准还挺大的 就觉得先好好拍戏好好唱歌吧 然后等到真的看见有感觉的 那个再再再去考虑就这方面的 看演员 看眼睛比较圆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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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